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装甲合成部队 为了随行多样化的作战任务 它配备了装甲突击车 步兵战车 以及炮兵分队的海流炮 甲流炮等多种多样的武器装备 不过这还不够 要让这些武器随时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让它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地形和人为障碍都畅行无阻 它们需要并肩作战的好帮手 今天的军务零距离 让我们去看看那些不用担负消灭敌方目标的任务 但是同样对作战的胜负 有着关键作用的战场之人宝藏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庞大的装甲车队正在离开营区 开启一场远程机动 这支装甲合成部队 即将开赴千里之外的训练基地 展开野外助训 等待他们的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 和高难度的训练科目带来的双重考验 到了那里 不仅要比拼谁对目标的打击速度更快 精度更高 更要比拼谁能在艰苦的战场环境下 更好地保持战斗能力 这个时候 维修保障分队也要能够精神出考验 他们要在模拟的实战环境下 反复演练如何应对战车出现的各种状况 并实施最精准最及时的抢救方案 反复车辆车辆可以在地心复杂的战场上纵横赤上 但是他们也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现在所在这辆不战车就是模拟一个在战场上 淤线到深耕当中的车辆 如果它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脱空的话 就需要运用到战场上的抢救力量了 我们现在看到战士们正在进行一个实战调节下的 淤线车辆的脱救的演练 我们的专家抢救车现在已经就位了 因为是一个有敌心孤立的场景 所以战胜下车之后 首先要对周围的情况进行一个警戒 然后他们会对深耕当中的情况进行一个探查 最终来确定抢救的方案 需要你不协助我不进行抢救作业 然后由你不判施警戒 事务切除 事务切除 事务 经过和运线车辆车组的短暂讨论 现场进行了任务分工 同时 勘查了预线情况的班组成员 也已经在心里有了救援的方案 预线地质使出一约20米 经济算 我们绝对采用两个传送笔 一个动滑楼的方式进行连接 收入密败 收入密败 收入 接下来就是让抢救车进场展开作业了 您可能注意到了 抢救车本身和预线车辆长得就很像 没错 他们都采用了8x8的轮式底盘 相似的机动能力 让他们可以和突击车 护战车协同行动 随时提供伴随式的保障 我们现在车辆的要调到这个预线车辆的前方啊 他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个车不一开始就停在前方那个工作为止 那么其实呢跟这个训练的背景设置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设置在一个战场条件下啊 那么这辆这个不战车前方面对着的是敌人的方向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抢救车进入到这个呃事故现场之后呢 对他提琴勘察都是要在这个车辆的后方 那么现在通过勘察情况 然后勘察提琴确认这个地方是安全之后 我们的这个抢救车才可以进入到他现在这个工作位置 现在我们抢救车上放上这个东西 看着很眼熟对吧 我们之前在火炮的节目当中曾经拍摄过住厨 只不过这个住厨呢可以通过这个液压释放 然后呢通过倒车的方式直接插进土里面 他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这个抢救车提供一个稳固的这个站位 来帮助他后面呢对这个车辆进行托车 现在战士们车上路由于托车会车辆的钢索拿出来了 这车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脚弹 除了钢索外战士们还从车上拿出了一件救援任务中的利器 连长告诉我这个东西叫动滑轮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托车过程当中要用到这个滑轮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抢救车呢脚盘拖救力是额定的 如果我们的预限程度比较重的话 需要加装一个动滑轮使这个牵引力加倍 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动滑轮呢 报到我们的预限车辆前侧的位置 这个要提前先放到那个位置是吧 对 是的 行能不能这个我来吧这个没有什么技术要求是吧 对你可以试一试 这有多沉啊 大概有50斤左右 50斤应该应该还是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 我还挺沉 这么大这么大可以吗 可以 对 大概都可以 到这儿行了吗 还要往前 还要往前 对大概放到这边 我 走 好 这个 速滑轮可能能帮我们这个 抢车车省力啊 但是把它搬到这儿 绝对站上来说是个挺费劲的 我刚才我差点被这个滑轮带到坑里去了 呃 滑轮来了然后下一步工作怎么做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切眼的钢丝绳呢拉出来 呃发出来以后呢然后让一端呢固定于这个 这个做滑轮的这边 嗯 然后这两侧的两根对 两根的柔性切眼绳呢 挂于这一端 嗯 就放到这一侧 这个有点加倍 那我这边也没 那我没放对吧 应该这个两个丸应该出那边是吧 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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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 好 需要指出的是单从车体重量来说 即使不使用能加倍拉力的动滑轮 抢救车也能拉动步展车 但考虑到车辆淤线的情况是多样的 比如陷入淤泥沼泽之中 提升拉力对应对这样的情况就非常重要了 这车非常的慢哦 但是也是在逐渐脱离这个预线的一个状态 一侧四个轮子 其中有两个已经出坑了 最后两个 基本上现在车辆的重心已经在坑外 虽然已经从这个深坑里脱困了 但是整个救援工作呢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他 这个车不能通过自身的能力 从这个深坑里出来 那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故障 对吧 可能是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炮火击中 或者是呢出现了自身的一些故障 造成了动力系统的这个失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抢修小组 就要对这个车辆这个动力部分 进行野战条件上的抢修 让它尽快能够恢复行动能力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进行抢修工作的车辆 正在向我们驶来 动力系统的战损或者故障 是导致车辆失去作战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对这种问题的最快解决方案 就是直接换一个动力系统 现在新型的装甲作战车辆都可以实现 野外条件下动力系统的整体更换 当然这样的大动作靠人力是无法完成的 还得靠我们的维修保障装备 这个是拆装修理车 拆装修理车 它主要是对这个装甲车的这个 动力仓的发动机 变透箱进行雕装作业 特别是在野外的一个情况下 作用发挥特别明显 一般有多少人一起才能完成这个雕装作业 这个我们大概就是两个人就可以 行 那我们上去看看 可以 行 好吧 这就是咱们这个操作台是吧 对 这就是操作台 这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这几个杆都是什么用的 包括这个表什么的 这个它有一个压力表 主要是看看它有没有压力 然后它这边前面进行挂起取缀之后 有压力之后 他们才能对这个雕进行操作 它这要有一个四个这个操动杆 主要是对咱们这个雕的左右啊移动啊 这要有一个右转啊 左转啊有一个来控制 对 然后这个咱们这是它的这个伸缩臂 它这个臂还能再伸长 再伸长一截伸出一截来 然后这个变弧 这总共就四个杆 应该没有开坦克难吧 我觉得可以操作几下试试 对 现在可以操作了 然后它你手下 对 可以操作了 对 快一些了 然后它们一个掉钩 掉钩这个钩 钩进去 前面那个钩子 虽然掉车的各个关节都很灵活 但毕竟是几吨重大家伙 我还是不敢操作的太猛 慢点总归安全 不过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一次把这方钩掉出来的话 就需要多少 钩出来的话 大概有十分钟就能钩出来 十分钟的时间限制 要让这个万条斯里的大钩车 把几吨重的动力仓 从车体里掉出来 除了拆除螺栓管道的战士们 动作要迅速外 吊车的操作 那肯定也得是精准到位 要在那跟我似的 一个动作调整半天 那可能就不如让刚才的抢修车 给这车拉回修理场了 所以专业的活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吧 当然 野战条件下的抢修 并不会有像后方修理场那样的 好的条件 这里不仅要面对雨雪风沙 还要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威胁 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才更加凸显了 战场抢救抢修的重要作用 在实战中 战等装备如果发生预线 抢救出来后 如果直接后送 就会损失一台装备的战斗力 如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 完成抢救抢修作业 战斗装备在第一时间内 投入到战斗序列中 便能够保证了我方 刚被发挥最大的战斗效能 正是因为抢救抢修力量的重要作用 他们也成为陆军合成部队 重要的合成要素之一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的大阅兵上 庄甲抢修车就作为其中一个装备方阵 接受了谨约 战斗车辆一旦受损抛锚 就由他们负责牵引维修 正瘫患的战车起死为生 转身重返战场 和坦克车 不战车一样 抢修保障力量的战斗力 也是在一次次的演练中断造出来的 像这样的野外车辆淤线脱拽和抢修的演练 正是他们磨练保障能力的重要方式 我们充分利用野外复杂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 利用各式保障装备完成一线应急修理 加速提升修理分队实战化保障能力 当然之前我们看到的演练中 战士们展示的还只是维修保障专业的一部分技能 如果任务需要条件允许 他们能在野战条件下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而为了更好的应对战场上的复杂情况 这些装甲战车的守护者们 不仅要精通专科 还要兼备全科 比如我就没有想到 这辆维修工程车里还配备了全套的电焊器材 这在战场抢修还得会电焊吗 您来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个焊接这个技术 用到焊接技术 通常是咱们在战时的时候 车体被炮弹击穿造成击穿伤 咱们可以用一下焊接 还有咱们这个桥体撞裂或者是撞断 咱们也可以用到这个焊接技术 那我们学着来操作一下 可以 行 不想那么肯定我得带个 咱们不能带这个线主套 对 安全防护操作里面这个线主套是不可以用的 因为它建到的火花烫到线主套上会增加这个燃烧 它不主燃是吧 对 它容易烫到皮肤 那咱们只能用这种的 带这种皮革的或者是牛皮的这种都可以 对完了 对 这个可以了 然后咱们说我记得要带这个面罩是吧 对 咱们必须要带这个 因为这个光比较强 它造成的光会对眼睛造成灼烧 那它就带上有啥看见 咱们这个有一个可以翻起来一个 这样一个透明镜 对 翻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焊在一起呢 就这两根我们给它焊一块 这两根焊一块是吧 这样焊 咱们需要给它做一个直角 直角啊 对 对 好 这个基本就是给它点住了 点住了 直接就点几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就是看您这个 需要这个承受多大的力度 如果是需要吃的力比较大的话 咱们就需要把它全部点上 还是这样吧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啊 开始操作 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戴上防护面罩 几乎看不到弓箭和焊条在哪儿 但是听到电焊条火花四溅的声响 我感觉还是基本焊在了旅馆上 最后焊没焊上我不知道 倒是把我这根焊条给牢牢焊住了 这把焊条焊住了吗 这个是因为拿的慢 然后造成这个香黏了 没事 这个可以直接拿掉行了 比焊条更惨的是那几根旅馆 对 十公分的距离上被焊穿了三个洞 这几个应该还算没弄 但是焊住了吗 这个应该是没有焊住 两个焊住是吧 对 一来就我们学习这个 你是学了多长时间能基本上上手操作 如果效果我们需要培养一个新统治的话 是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或者两年左右 对 除了能用焊接给受伤的战车 缝和伤口外 车上还有简单的机床 他们甚至可以给战车在现场做一个载造术 生产一些简易的零部镜 就像咱们这个车床 对 车床 然后像咱们后边这个台钻 对 这是台钻 还有啥 还有咱们这个烧热机 烧热机 对 都是咱们修理一些专业工具 对 这里面这个车床就是算最复杂的一个 应该是 咱们车床一般都是用于那种轴类的一些零件 轴类的零件 对 长的圆柱体 对 长的圆柱体 最普通的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咱们这个 是属于这个劲刀 对 因为这是咱们的车刀 这是车刀 对 然后这个就属于这个 就是往前 往后 它这个需要把握一定的东西 一定的量 对 因为它这个多少 这个差一点 它可能就这个劲是不合格了 这车床的使用我在很多工厂里都见过 相比先进的竖控机床 这种手摇机床操作简单 但是对操作的手法要求很高 一定要稳住 一定要轻柔 否则如果操之过急 很可能切销量就大了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现在 我的操作可以不必担心弓箭报废 或者对机器造成损坏 因为我切销的是一根木柜 初学者还是拿这个练练手吧 真正掌握它的使用 同样需要一年半载的刻骨训练 当然班长也告诉我 虽然是个模拟件 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式的金属件一样 走完工序 这不修完了外形 还得拿砂纸取一下毛刺 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技能是可以速成的 我们经常把这些以战车维修为专业的老技师们 称为装甲神医 不过如果是在抢救抢修分队 那么他们的工作就像是医院里的急诊室 每天应对的都是紧急的病人 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时间就是战斗力 时间就是胜利 在演习的过程中 有一辆不断车突然之间被转向了 经过判断是一个转向控制阀损坏 然后利用了二十来分钟 换来控制阀 然后这个不断车又参加了战斗 有一次在进攻的时候 有一辆车也是发动不着了 经过我们战场抢救 然后那一次是印象比较深 因为什么 因为前方要去攻击了 后方这个车辆一时起动不着 然后那个比较着急 当时我们也是派了一个抢修组过去 利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故障给解除了 大概花了多少时间还记得 大概花了有十五分钟 所以就像战场上抢救伤员的卫生员一样 抢救抢修分队的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 而他们在战场上的精准施救 来自于他们对装备的深入了解 这些老技师们十几年的从军经历中 几乎都经历过人民军队的装甲战斗装备 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的历程 眼前精干的轮式装甲车辆机群 都曾经让他们在专业领域里 经历了一场颠覆性的转变 一开始来的就是从事五九坦克地盘修理 以前五九都是机械的 现在咱们这个是电控 然后加这个硕子 在这个维修起来相对于 比这个五九坦克要有些困难 可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的话 应该是理论这个层次更应该提高一些 为什么现在一些配信息化装备 好多都是受控的电控的 这个文化层次跟不上 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故障的排除 可能之前当兵的时候 文化层次可能有点差异 那时候跟当兵的时候初中 可能也是初中毕业吧 新装备配搬了之后 好多出纸上 有时候这些方面 咱可能看得比较困难一点 一开始找不着 就是也是经过不断的去摸索 去探索 然后一遍一遍 这故障可能出现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也没排除电 有一次有个故障 也是通过这个线路一点一点去找 然后找了好几天 不同的配件去换 找了之后感觉这个 就像考试考了100分那种感觉似的 心情特别爽那种感觉 终于把这个故障解除了 维修保障 让装备面对严酷的战场环境 实时处于战斗状态 而工兵分队作为装甲突击力量 又一支有力的支援力量 负责开山填和清除障碍 还有要清扫敌方设置的地雷 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 他们还配备了性能优异 功能齐全的专业扫雷车 这种扫雷车采用了轮式底盘 可以和合成部队其他的作战车辆一同 进行机动 形成一支伴随保障的力量 我们这个车上有哪些扫雷专用的设备 你现在看到车头方向 我手指指的是车则是扫雷底 它主要用于攻克敌方 埋设于地图之中的地雷 工作时候要插到地上去吗 对它是对地面进行一个定身 对于地雷的深度 然后进行对地面的定身 相当于就把地雷给刨出来了 对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还是什么设备 还有现在我手指上方的 这个是微波扫雷装置 微波扫雷装置 如果它在工作状态中 会让含有电子元件的地雷失效 或者将其引爆 相当于对一些有那种电子设备 就带那种电子引信的一些地雷 可以用它来扫 对 现在我们后方 现在开任这个缆绳架BOP相干 和这个火箭发射机 它是一起 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150爆破带 进行发射 主要由这个火箭发射机 带动这个爆破带 然后对车前方200米 200米处 进行一个开辟通路 相当于在那个 这块区域进行一个爆破相当于是吧 对对对 没错 这台可以快速行进的扫雷车 同样可以使用爆破的方式来破障扫雷 只不过它使用的火箭爆破器 威力上要比单兵的火箭爆破器成倍提升 你的火箭爆破器成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成部队的作战就像是一场大戏 突击车 固战车冲锋在前 如同登台亮相的演员 他们的精彩演出离不开强有力的后台支持 在这台大戏的幕后 有新装备 新技术 更有默默无闻 甘做绿叶的指战员们 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 其实每个它的专业不一样 它的奋献也不一样 作为修理工来说 我们的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故障清零 就和卫生专业跟治病一样 我们要具备两种能力 一是守到并处的能力 就是无论装备遇到故障 还是遭遇险情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 更高一层的能力 是防患于未然 使其以最佳状态投入战斗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尽量减少装备故障发生 这也是我们装为保障训练 追求的最高境界 对 我们的工兵就是 一手拿锹 一手拿稿 和这个土打交道 工兵有句俗话叫 公字 上面出头是土 下面出头是干 所以我们第二个特点就是 也能干 能吃苦 能干 我们的工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